大家好,我是Stan 出演3UmaFighter后爆红 有着最美舞者称号的弩杰 今天有厂商爆料 弩杰耍大牌 删掉小牌的页配文 只挂名牌页配文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A厂商爆料 委托弩杰的IG广告 要催很长时间后才会发文 B厂商表示 一个贴文付款了几千万 却没有在约定的时间上传 只说明是弩杰的个人情况 C厂商也表示 因为弩杰状况问题 所以没能更新 活动期间都结束了 才看到更新贴文 而且还是要诚恳地拜托 并表示弩杰会删掉小牌页配文 只留下名牌页配文 对于这些厂商的爆料 弩杰的搜索公司一开始声明 弩杰并没有将名牌小牌 区分在IG更新 有关更新日程 公司会先确认合约日期后 再传达给艺人 然后艺人会在期间内上传贴文 而下架贴文也是 艺人跟公司商量后才进行的 表示有按照合约日期进行 并没有违反合约 但是没过多久 公司再次发出声明表示 之前有说过艺人会透过公司商量后 才下架贴文 但是在这过程中 因为公司的失误 导致未能遵守于厂商 事先说好的合约期间 也确认到与艺人沟通上的问题 导致未能在日期内上传 或者是下架的事项 因为公司的失误 让艺人奴见 粉丝们已经广告主们 受到困扰的部分 深感歉意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这不就是违反合约了吗 应该要赔违约金吧 拼了命的护航说 只留下名牌 删掉中小品牌的部分 真的是 这样的话 一开始就不要接中小公司的业配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也有这样的留言 没有遵守合约期间 虽然是个问题 但是其他艺人们也是为了形象 隔约到期的话 只会留下名牌贴文 是公司的错 所以不要再攻击艺人了 对于裸街的这个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公开的两首新曲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总出道的idleman 那么多各种郎 还是订阅的 还要往两首亿 再到别的我们去做 再到两首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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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到年多方三首新闻 再到两首新闻 再到三首新闻 再到两首新闻 再到三首新闻 再到四首新闻 再到六爷 再到十首新闻 少年最无好 不要我們brei 不太好的 有什麼東西 ik your 不太好 不得 不得 不不得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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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得 不得 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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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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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